阿冥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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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很難得 其實阿湯特意選這段時間去 剛好 天氣又不會太熱 又不會太冷 又很陽光 這段時間都選得不錯 原來早兩個兩個月去 發覺會很熱 因為我和他都很怕熱 我們又不想一邊拍婚紗照 一邊飆汗 我覺得他選這個時間選得不錯 順便去那邊拍婚紗照 這次我們是故意去拍婚紗照 不是純旅行 是拍婚紗照 但對那邊的生活節奏 自己站在那邊拍婚紗照 那邊的照片都很放鬆 因為我們是去旅行的 所以我們是沒有所謂的 但真的要等 原來法國人的節奏真的慢過香港人很多 但這個就是你要慢慢適應 我們一開始都不太適應 但可不可以的 因為幸好我們都是去旅行的心態 不是開工的心態 變成我們都覺得 可以的 好像他們這樣 輕鬆一點 所有事情慢一點都無所謂 我看到你拍照的技術 好像有所謂的 少少 因為阿湯一直都有教我 即是他有時拍了 他說 你這樣拍不好看 要怎樣 聽他多 我想有少少進步 少少 又不多 沒有 反而我很少 通常都是我拿機幫他拍 你這樣教人家拿機 你應該怎樣拍 所以他會叫我 他拍一次給我看 然後就給我看大概是怎樣 我會不會跟他這樣拍 是啊 他很厲害 其實他 我也有些佩服他的 他為了拍這套婚紗照 他都很有行心 因為 食那邊很清 他自己又去學跳舞 又去做健身 他很勤力 所以他現在的狀態都很好 他都想一路延續到 起碼來一個婚禮 他都想 婚禮都會拍影片 他都想先把婚禮看好 當然如果將來真的 有小朋友 當然不會這樣保持 但現在就起碼先把婚禮看好